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帝钱是中华民族中最昌盛的五个帝王所住钱币 因而五帝钱更多回绝了天地 人之气加上百家流转之财气 故能镇宅 化沙 并兼具旺财功用 还能强化主人自傲 化解自身霉运达到趋吉避凶的作用 三 枕头下放放红包旺财 在中国 红色象征富贵吉祥 金钱代表的金色象征着财运 在枕头下面摆放红包 是传统的习俗之一 也是是开运的一种途径 枕头下放红包旺财 而且还会使得我们的运气变好 晚上睡前在枕头下准备红包 表示红运当头预示着全年财运亨通 并且红包越是端正地放在枕头下 越是象征家宅能够平和安定 红包里面的钱不再多或少 这对风水没有什么必然的影响 四 枕头下放放生姜 人们常切姜片来炖肉能够取心 生姜还拥有药用价值能够驱散身体里的寒气 但是有谁知道生姜还具有安神的功效吗 只需将15克左右的生姜切碎 用纱布包裹置于枕边 在生姜产生的气味的帮助下 人们更容易睡眠 再也不用担心失眠多猛的情况出现了 有一个好的睡眠 能够保证一天都精力充沛 这样以来对事业运 财运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五 枕头下放放天然磁石招财 天然磁石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 放在卧室中可以保佳人长命安康 在五行风势中黑色属水 而天然的磁石正好的是黑色 中摆放天然磁石 不仅可以给家中带来财富 还具有保佳人安康之意 一般都是将它摆放在床头柜的 如果想将它摆放在枕头下面也是可以 但是要挑选一个小一点的了 这样对我们的睡眠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也是有着同样的风势作用的 六 枕头下放狗牙 自古以来狗都是邪物比较害怕的一种动物 狗能够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而且狗血还具有驱邪的作用 狗牙同样也是如此 想要拥有好的睡眠质量 梦里没有可怕的事物 就可以将狗牙放在枕头底下 同时狗牙还具有镇宅的作用 基本上邪物是不敢进入到卧房之中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狗牙要做好消毒工作 否则放在枕头底下也特别不干净 另外购买渠道要正规 不要做出一些残忍虐待动物的事件 否则将严重打击到自身的运势 七 枕头下放葫芦 风水学认为摆放在枕头下葫芦最旺材 葫芦具有葫芦的谐音象征 自古以来就被当作昭才纳夫的吉祥物 葫芦的形状有如汉字中的喜 及二字 故葫芦若挂在门旁在风水条里中有喜气凌门 极力安全之相等 枕头下放什么最旺材封是好 有方言葫芦与葫芦谐音 加之葫芦刚好有两个突出的部分 故葫芦预示着葫芦双全之一 枕头下放什么最旺材葫芦 可以让我们能安枕无忧旺材转运 八 枕头下放铜钱 在我们的枕边摆放五地前 有着挡杀 仿小人 辟邪 旺材 祈福的效果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着佩戴钱币来挡杀 仿小人 辟邪 旺材 祈福的风俗 而五地前则是清朝最昌盛的五个帝王时期所著的钱币 因而五地前汇聚了很多天 地 人之气 加上百家流转之财气 故可以镇宅 化沙 并兼具着旺材旺云的功用 九 枕头下放陶木剑 在枕头下面摆放陶木剑是可以起到辟邪旺旺云的风水作用的 因为陶木剑本身就可以起到镇宅辟邪的效果 携带陶木剑的人也可以拥有一身的正气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卧室里面辟邪的话 那么就可以在枕头下面摆放一些小一点的陶木剑 这样便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能辟邪 十 枕头下放食用大蒜 如果我们不舍得花钱选购陶木剑或者是天然纯玉的话 那么也可以选择最为便宜且最常见的食用大蒜 把食用大蒜放在枕头下面不仅可以辟邪 还可以防止一些蚊虫的靠近 因为食用大蒜的味道和气味是很多蚊虫都不敢靠近的 当然这些气味也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因此需要谨慎摆放 二 什么东西不能放枕头下面 一 镜子 平时很多女生喜欢照镜子 睡觉前照完之后 会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放在枕头下面 这样是会破坏自己的风水运食的 而且还会带来邪气 镜子阴气中放在枕头地下睡觉 容易遇到倒霉的事情 尤其会影响健康运以及人机运 导致免疫低和朋友或者同事闹矛盾 二 卫生用品 卫生用品带有晦气以及污气 而枕头是睡眠的工具 会形成怼虫 特别是一些女生喜欢在枕头的下方卫生巾 纸巾等会给自己带来霉运感情不顺 身体疾病多等 而且这些东西放在枕头下容易繁殖细菌病毒 不利于健康 容易使身体患上炎症治疗麻烦 三 梳子 很多女生都喜欢把梳子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 这样的做法似乎是为了自己方便考虑 可是她们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样做的最终后果是让自己卧室的风水变得奇差无比 最后让自己陷入霉运当中 四 剪刀 剪刀枕头底下放到很容易做噩梦 弄到亲人离去 或者自己意外死亡 或者被鬼魂追等等 真的一点力处都没有 所以不要听一些老人或者别人说枕头下放到能转运 相反它可能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压迫和紧张 枕头 五 手机电脑 枕头下面最忌讳的就是放电子产品 例如手机 平板电脑等 这些东西虽然面积不算大 也不算很重 但是放在枕头底下容易产生辐射干扰 会影响大脑休息 甚至会对脑部有一定的损伤 而且这种物品比较硬 放在枕头下面睡觉会非常不舒服 严重影响精神状态 六 毛龙玩偶 小孩子都喜欢把玩偶放在床头前面 但毛龙玩具的表面极易隐藏灰尘 细菌 甲醛等有害物质 还有一些三无的毛龙玩具 都是用有害的化学纤维进行填充的 长期放置容易使人出现流泪 红斑 皮肤感染等疾病 七 香水 香水中含有着800多种化合物 香水中的0本2甲酸2抑制 胃义质胺 也可导致生殖系统紊乱 所以不要在床头长期放置香水 八 靠枕 很多人喜欢将靠枕放在床头睡 这样会减少床头的空间 给人造成一定的空间压力 降低舒适的睡眠环境 其次 靠枕中藏匿的一些病原微生物 满虫 灰尘容易被吸入呼吸道 又发支气管疾病 九 闹钟 从小我们的枕头边上就有闹钟 但是不管是现实还是风时钟 放一个闹钟都是很不合适的 闹钟对于我们来说十分不好 睡觉的时候突然有闹钟把我们叫醒 不会让人清醒 反而对身体运势不好 能够招财相信是不少人都梦寐以求的 毕竟财富可以说是我们一辈子的追求 所以千万不能随便在枕头下放东西 放错了不仅不会忘财运 还会给自己引来灾祸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